办公室里特别忙碌 同事们脸上的表情几乎都成了扑克脸 人跟人的互动好像也变得很机械 希望这些小品花除了能为办公室里增添一点绿意 也能带来一些些欢乐的气息 妈咪常跟我说 生活美学 只要用点心去改变 就能让自己常常保有好心情 自己快乐 周到的人也能分享这种好心情 幸福不是天经地义 幸福要用心来经营 欢迎收看今天的三代之间 妈咪我看了一个2010年最新的调查 在台湾新婚的夫妻里面 另外一半是外籍人士的比例 已经到达了15% 也就是说每六对新婚夫妻里面 其中就有一对 她的另外一半是从国外来的 我也知道在2010年 小学生也就是小一的入学 有17% 她的妈咪是来自国外 可见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社会现象 我们可以来多关心他们 多帮助他们 是啊 我觉得像外籍新娘嫁到台湾来 其实应该是很辛苦的 嫁得这么远 然后嫁到一个文化语言 通通都不熟的环境 有的时候甚至要跟公婆住在一起 那她煮一道饭 都不知道口味是不是符合大家的喜好 真的是蛮辛苦的 是啊 所以这年的上人告诉我们说 要称他们为新住民 那么让他们得到多一些的疼爱 那还有帮助 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呢 就要介绍一位来自柬埔寨的亲住民 那么她本来以为要来台湾是天堂 但是没有想到嫁来台湾之后 她彻底的失望 但是现在她又升职天堂当中 我们来看看她的改变 所以今天邀请到的是强纳威 还有她的好朋友仁健 强纳威 17岁远离柬埔寨嫁到台湾 与夫婿黄乃辉从争吵到相知相惜 以自身经验出版《嫁到天堂的新娘》 管仁健 文经社主编强纳威夫妇的多年好友 强纳威 你好 这是你的结婚照 那你的先生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朋友黄乃辉 那可以说你在17岁的时候 就透过婚姻的仲介 嫁来台湾 那还没有来台湾之前呢 你就梦想了台湾是个天堂 但是好像嫁来之后 很多的不适应 感觉不是了能不能谈谈新婚那个时候的生活 刚那时候就是还没满18岁的时候 就是我的梦想就是很想来台湾 对 可是没有想说台湾那么的谣言 对 我想说我既然是柬埔寨人 可是我要到台湾来的时候 我没有想说我语言不通 我不讲国语 对 不会讲那中文 对 然后就不熟悉这边的环境 对 可是一到台湾的时候觉得好冷 对 台湾比较冷 对 因为那时候就是 我来台湾的时候是二月份 对 太多年了 对 然后结果我不知道是台湾的那个气候 对 我就穿那个洋装 然后就是等着 然后觉得好冷 对 所以这个是你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对 而且在你的一部纪录片 就是我的乔纳威 哦 那个 我们看过就是 有点好像跟乃辉呢 就不停的吵 不停的吵 有点恰伯伯 对 不是恰伯伯 在家里也吵 在外面也吵 而且还听说呢 他带你回娘家 是 你在柬埔寨也吵给大家看 对 那有什么好吵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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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吵给大家看 刚好就是那事情已经发生在我的身上 可是刚好就是 总共就是我们的台湾人回去的时候 大概有十几位 对 然后加上我一个人 发现我觉得有一点压力 然后加上一些就是 就是没有人可以帮我 然后就先生也是有一点压力大 然后就开始吵起来 我已经是冷了 可是我想说 可是已经忍不住了 对 那个水已经开始滚了 就是类似那样 所以后来就讲出来 就讲出来又变成这样 对 其实不是吵给大家看 因为我觉得说每一个人的婚姻就想 就觉得想说 回娘家应该就是 可以比较放松 很热心 开心快乐 对 能够放心 对 就是这样而已 可是没有想到说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 可是我姐都说 我还是蛮幸运的 就是很多人就是说 帮助我啊 然后就是看到这样的画面 然后姐都说 爸爸妈妈和我是兄弟姐妹 她就跟我讲说不可以这样 可是我说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 因为那时候还小 对 你就还不到二十岁这样 对 才十几岁 对 后来就是妈妈去改变自己 跟就是陪妈妈讲这样 对 所以你很听妈妈的话 对 管大哥 你在看这一段跨国婚姻的时候 为什么在刚开始 会有这么多的不适应跟争吵呢 除了文化的关系以外 他们两个人的性格也是 南辕北侧 对 南辕北侧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他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 那会出门 很辛苦 他一个人要抱着小孩 他也是要抱先生 然后小孩 你知道那小孩 坐着奶瓶 尿号布什么 对 他大抱小抱抱起来 还有他先生 还有他自己的行李什么 但是因为南辉是重度残障 那高铁有一个 会提供一个位置 给重度残障 那南辉就希望 南辉赶快去那里坐 因为万一有紧急刹车 或什么的时候 他手上又提又抱又什么 他真的没有办法 再去照顾旁边的先生了 这样子 就希望他去坐 可是南辉的心态 就会认为 虽然他是残障者 可是他的心态就认为说 我也是男人 我需要保护我的老婆 他需要保护我的老婆 保护我的小孩 对对对 保护老婆 那其实 那可是如果在这样子 你知道就是 其实双方都是好意 可是在语言没有办法沟通的情况下 他慢慢反而变成一个很巨大的摩擦这样子 在这段过程当中 就是很多的摩擦的时候 你有想过要回柬埔寨吗 之前有 那每次放这个念头的时候怎么办 可是自后就是没有 我想说因为我现在当妈妈了 对要当妈妈 然后就是我们两家 就是我两家也是 就是我妈妈 对我想说我也是结婚 要就是难得有这个就是要成为这样一个家庭 真的非常不容易 一定要有这个缘分 对 要一直在想说要怎么样 就是不敢一直想说 要做一个很好的太太 要做一个很好的妈妈 就是已经我觉得说 能够就简简单单 然后轻松松 然后幸福过的日子 这样就好了 对 就是刚结婚的时候 你就想说我结婚就要幸福美满吗 是 但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过程 还有很多的这个辛苦的调试 是 能不能谈谈你如何做转成呢 就是我觉得我刚到台湾的两三年前 就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不管说小小事情可以变得很大 因为那时候 比如什么小事 听说有一碗汤的故事 对对对 因为那时候夏天嘛 可是我觉得我们台湾人 就是吃饱一定要喝汤 可是刚好那时候小孩子比较小 我觉得我好累 我还要照顾小孩 而且就是 就是一定有帮他煮 就是好几道菜了 就是想说中午嘛 就是一餐 没有喝汤 就是没有关系 对 然后因为我觉得刚好是夏天嘛 因为我就比较喜欢喝领料 那时候对 然后结果没想到说 我真的 你帮我煮一碗工碗汤不行吗 那我就 因为可能是那时候 就是太年轻 不太懂 他说好 那我让给你选择 你到底要喝汤还是要吃饭 对 然后他就觉得是很不开心 他就跟我炒 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叫做这样选择 对 然后我觉得说 蛤 那你到底要不要吃 后来就是为了一碗汤 就是炒饭了 连饭大家也没有得吃 连饭也不足了 对 就是煮好了 就炒那碗汤 因为我已经炒 就是那些饭都放在桌上 对 就没汤 所以就没汤 他就不愿意吃 对 他就不愿意吃 他一定要配汤就对 可是我觉得说 我们当 就是当妈妈 觉得很辛苦 我想说 那只是那一炒 对 挺热一下 对 然后就想说夏天很热 不要喝热汤 对 就是这样而已 任健大哥 我想问 因为你写书的关系 所以很了解 纳维跟奶辉相处的方式 那你所观察到的 柬埔寨的女性的特质是什么呢 我想 其实 应该不应该说是柬埔寨女性 因为其实每个女性 其实特质都不同 我基本上 如果像奶辉跟纳维 这样的相处模式 就是讲说 其实奶辉 奶辉反而是比较感性的 纳维反而是比较理性的 例如像他们吵架的话 像纳维就是讲说 现在吵架 我们就是吵这件事情 可是如果是奶辉的话 可能就会 他可能就把从前的事情 要翻出来 不要翻出来吵 这个可能就是 他们不一样的地方 另外一个就是 可能奶辉 奶辉就跟我们一般 台湾的男性一样 就讲说 他可以一面吵架 一面吃饭 对对对 或是吵完了 觉得讲说 好 就两个人一起进房间睡觉 就觉得讲说 好 我们现在不吵了 就是复合了 就是表示OK 可是可能在 他会看起来 觉得讲说 这个事情根本就还没有解决 一定没有答案之前 没有答案解决之前 你就先吃饭了 先睡觉 觉得讲说 这个比吵架还更严重 是变得比 人气还没消 对 也是一种 就是等于不尊重 等于不尊重 那所以说 可能奶辉对这个事情的感受 会比较深 所以奶辉我想问你 就是说 你跟奶辉 都有一致的观念 觉得说吵架也是沟通的一种方式 然后听说你们订定的吵架公约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内容是什么吗 这是约定吗 对 约定是什么 对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说 因为我们两个在之前 刚结婚那三年的时候 因为吵架的时候 比较喜欢摔东西 丢东西 后来就是 因为我觉得说 因为他也丢 我也丢 你丢一个 我可以丢三个 对 你还是赢他 只要赢他就对 可是后来觉得这样行为是不对 后来就是我们就觉得说 坐下来 然后现在变成说一人一杯水 然后就是不会 因为该吵也是吵了嘛 对 没有什么好吵 然后就这样坐下来 就说好 我有什么问题 我讲 他说好 那你先讲 我说好 那你先讲 后来就是他先讲 他讲完换了 对 也觉得说 好 那我有个丢定说 那以后你 你就是有什么事 你就是好好跟我沟通 你不要就扒皮 那么大这样的脾气 对身体不好 然后我说好 可是我说好 那以后就是 小时候你就不要丢东西 他说好 对 那变成一件这样学习 对 后来就说 因为他有时候他觉得说 我在讲钱不在的时候 他认为说我在讲话 他听不懂 他以为你就要讲他坏话 对 就是不是 因为你说 小时候会打电话跟朋友 就是讲相对 对 对 就是这样 可是他觉得说 好 那以后 我在骂你 然后我骂国语 可是你不要用钱不在 来骂我 听不懂 要说他听得懂的话 不是 因为他们在吵架的过程中 那时候纳薇的国语 还不是那么好 那时候想 一心机就想用 就想母语了 就想用母语 大概两年多 听说你看到那个片子的时候 你自己很震惊 可以讲一下吗 刚开始的时候 那导演前我去看的时候 我不敢看 然后公共电视一直在重复 对 一直重播 对 我还是不敢把自己 我的跑这样抬起来 做着看 不敢 可是有一次 等到先生不在家的时候 我就会放在那个CD 对 就是一个人就看 也都说 哇 我觉得我好凶 我不应该这样 可是当我们两个在冲突的时候 在吵的时候 我们根本不知道说 我在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说 我吵的时候 我不知道旁边 有没有这个镜头 我忘了 对 我忘了 我一直在说 你今天要跟我吵 我一定要把这个 这个事情讲清楚 说明白 一定要吵到底 就对了 就是有理就要吵到底 对 因为那时候可能是比较小 因为我们是女生嘛 想说多拉给先生 让我们一点 可是他不让啊 他不让的话 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了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你真实的看到自己的所有的面貌 然后你发觉了有问题了 然后你可以来反省 所以就是说 夫妻吵架的时候 其实很盲目 就是你刚讲 我要说清楚 讲明白 其实越说越不明白 越不清楚 对 那管大哥 我觉得我们刚刚这样聊起来 我发现到 其实外籍新娘本身的心态是很重要的 是 他是不是能够用一个开放的心态 去面对婚姻所碰到的一些挫折跟困难 然后如果能够用接纳的态度的话 反而能够让自己的路走得更顺势 是吗 就是很广阔的一群人 那当然我想一般来讲 是白种人或是日本人 这个嫁到台湾来 这问题都很少 那么就想说 现在这个很多台商在越南 柬埔寨投资 然后就是说 娶到当地的这个比较有钱一点的 这个富家小姐来到台湾的 这个问题也比较小 那可能就是像奶辉跟纳威这样的 这是可能是问题比较最严重的 比较是问题最严重的一块 那所以说他们现在协会里要辅导 最主要的也是指的是这一群人 那因为纳威刚好有这样子 这样走过来人的经验 所以他们在辅导的那个过程中 比较不是从 光从理论上去讲 他是有这些实物的 就是有这些实际的经验 这样子来告诉他 我相信那个达成的效果 会比我们一般这个官方所办的 所去办的这些组织会更好 其实我们需要的很简单 这是一个尊重 就是对 就像我先生 或是他的朋友 其实我觉得说 我出去 然后跟我先生出去 的时候我觉得说 他们的长相 我们就是 有时候我们可以忘记 可是他们给我们的 温馨感动 对 体调 就是一辈子 没有办法忘记的 对 经过了十年 那么娜威 你从憧憬 幸福美满的婚姻 你曾经到了地狱 但是呢 因为你转念了 改变了 然后又从地狱 回到了天堂 我们是不是一起呢 来娜威跟奶辉的家里 看看他们 怎么样的改变 让他们重回幸福 好吗 谢谢今天 谢谢仁静 还有谢谢娜威姐 谢谢 一罐柬埔寨辣椒酱 是黄乃辉对太太的体贴 而锅上熬煮的一锅热汤 也充满了强纳威的心意 鱼肉 你去哪里买 因为泰国店 我要吃了 要陪你摆饭 好 结果 你在中间一直那个 替来替气 酒店好像到一半 然后有一个魔鬼滑进去 在餐桌上因为有碗热汤 这个家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强纳威努力对家人的付出 让这个家走出了吵吵闹闹的日子 开始变得暖哄哄 从柬埔寨到台湾 异国的婚姻充满考验 但是黄乃辉和强纳威已经找到夫妻间相处的默契 只要为对方着想 彼此互信互谅 婚姻生活就会犹如在天堂般的天堂 这辈子最高的幸福和财富就拥有他们两个 那我很感觉有多样 推荐的太太和漂亮的女儿 我带这个家好幸福 我爱我的爸爸和妈妈也谢谢他们 妈咪啊 强纳威的故事给我一个启示 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呢 如果能够更珍惜生活中的缘分 善意 然后呢 随时感恩 知福惜福的话 他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更快乐的人 没错啊 听说强纳威呢 他从柬埔寨加来台湾的时候 他的妈妈就千交代万交代说 做人要老实啦 要照顾家庭啦 对先生呢 要尊重 家庭才会幸福美满 所以我想说 无论哪一个地方的文化呢 其实都一样的 女人呢 要把心安在家里 家庭才有美满 所以我觉得强纳威 他每天为先生准备一碗热汤 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很小的动作 但是其实非常的温馨 而且很重要 你记得吗 那个阿嬷年轻的时候 都会半夜起来为阿公炒饭 炒饭给阿公吃哦 而且呢 那样子的代表一种无限的爱呀 我觉得夫妻相处呢 并不是像童话故事讲的那么的浪漫 其实很平淡 很平凡 一个微笑 拉拉手 拍拍肩膀 随时啊 为婚姻加温 哦 为婚姻加温 这个我喜欢 对啊 我今天学到了一个秘诀 还有一个法报 就是每一个妈妈呢 或是太太都要有一个微波炉 当婚姻降温的时候呢 就要放进去给她盯一下 马上就为婚姻加温了 对啊 其实啊 女人要学习的还多的呢 嗯 现在我们来看妈妈教我的事 阿里妈咪 对于茶 她有深刻的体会 对于女儿的教养 也在茶道中养成 Pinky 来帮妈妈一个忙 要做什么 好 立冬了 冬天到了 我们要帮沙发来换衣服 让家里呢 比较有冬天温暖的感觉 在我们家 四季颜色都不一样哦 妈咪啊 总是会随着四季的替换 将沙发 床单 换上不同的色彩 让家里的感觉 四季分明 一般来讲呢 淡色系呢 适合春天还有夏天 它让人家有清爽的感觉 那么深的色系呢 适合秋天还有冬天 它让人家呢 感觉呢 颜色比较沉稳 还有比较温暖 季节感就跑出来了 对啊 冬天嘛 要有温暖的感觉 我们铺上深色的树方 有没有感觉比较稳 有没有感觉比较稳重 原喝茶都要怎么讲究啊 哎呀 也不是讲究啦 因为从小啊 台北阿嬷就告诉我们说 认识美呢 是教养的第一步 吃的东西呢 要摆盘 要设计 还有穿的衣服呢 要得体 要端装 居家生活呢 也应该要有情趣 像你看妈咪这套沙发呢 是妈妈结婚的时候的嫁妆 三十年了 比我还要大 比你还大 所以惜福爱物啊 生活的美呢 也不需要花什么钱啊 只要用心就能够体会得到 是不是 像四点 好 不错吧 好吧 光天的太阳呢 照在身上 你会觉得说 好像真的是很温暖啊 而且有一种说 真的是蛮不错的感觉 对不对 我觉得冬天的崇明没有了 然后花也都卸了 但是树上多了很多颜色 有红的黄的橘的 特别漂亮 对啊 没错 我们听到了 我们说呢 春天百花盛开 那是一种美 那夏天呢 鸟叫崇明也是一种美 秋高气爽是一种美 冬天的太阳 照在身上 很舒服 它也是一种美呀 嗯 我同意 对啊 那你有没有发觉 它们有一种共同点 共同点 嗯 嗯 共同点 我知道了 第一个是 它们都不用钱 嗯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都在生活的周遭 嗯 还有第三点 感受一下 我知道了 嗯 是这个 心 对不对 对 用心 最重点是在用心 经营 对 就像一种美 嗯 原来 生活美学 它不只是视觉的美感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也是一种生活之美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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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